再次以热烈掌声欢送老鱼 给他点几例 同学们 成功者的脸上啊 往往写的可能不是成功两个字 恰恰相反 可能都是失败两个字 你看余敏红就看出来了 同学们非常崇拜了一些 现在新年创业领袖 长相基本上都类似 比如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长得像什么 外星人 一米红长得像什么 外星回来的人 等一下你们见爆翻衣像什么 叫到外星的人 所以大家 说这个人英俊潇洒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你的physical指标 physical features 这个不是你注定成功的基因 为什么我有这个资格讲这个呢 因为大家知道2006年 新东方教育集团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了 那么现在局长这个上市公司的 接近200亿人民币市值的公司是余敏红 而这个余敏红大家以为他是神话班的人物 但是我今天他已经走了 他则是离神话远而又远 作为一个当年的见证人 同班的同学 我现在告诉你们 我一直琢磨新东方的三个字 怎么会余敏红就等起来了 连别等于我都觉得不应该 而且当年我做噩梦都没想到 他会有这些 为什么这么说呢 1980年 这一年改变了我一生 1980年 我从内蒙古考到了北大 当时我第一次在想抱咱们一生 但是当时就还没考虑 所以我就含泪走进了北大 但是今天我终于来了 见到了可爱的大家 那么这一年 为什么我说改变了我的一生呢 因为就在这一年 我在北大结识了我这后半辈子 奋斗的最重要的几个伙伴 徐教廷 李敏红 大强一 而且我们三个人 李敏红包强一 是内一届的同班同学 但是整整大学四年 我和他们俩有本质的区别 他们俩始终是我们班 最落后的两名同学 从学习成绩排呢 包强一是倒手第二 李敏红呢倒手第一 而且连续四年保护不变 同学们 如果你们班有同学能做到这一点 其实就离成功 非常近了 你们从长相看 李敏红发现没有 他非常像马家局 不仅形式 而且神式 但是为什么马家局和李敏红的人生道路 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差异 一个已经在地狱接受着煎熬 一个在人间还创造点成绩呢 那是因为马家局在大学之间 只都没有养成 将来你离开这个美丽的校园 走进社会拥抱世界 拿到做成最小成功一点 是起码的一个技能 这是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 马家局没有养成 他既承受不了别人 最后也承受不了自己 走了 李敏红养成了 为了吗 四年到处第一 他活了 谁同学们 现在天上比较小 看你们班最落后的那些同学 长得最丑陋的那些同学 这些都是潜力服 一旦大师 来临 他们长势 是最猛猛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距离很大 这些人才有潜力 所以今天晚上回去 推开宿舍 第一件事 给他们拥抱 在他们绝望的时候 给他们人的温暖 想来他们也像 于敏红 马云 李敏红等等 这些创业的时候 忽然想到 谁能给我启迪的时候 想到的就是 第一个给他人家温暖的人 那就你 对吧 我和他俩的区别在哪呢 大学四年啊 我是他的班长 也是他们俩的团队部书记 当然我主要的经历 就发在外亚身上 因为那是班干部的执着 当初落后同学去复 每天晚饭之后 夜幕降临 我总是约着他俩到北大 美临湖畔散步 走在湖边的时候 一样走在靠湖水 接近那次 每一次拦截都非常成功 谁是因为我说 王强你干嘛拦我 我那走进去有没有用 我说为什么 我说湖水太强了 你走进去了解你的人生 你也大意试试 我走在湖边 疏导他俩 讲的历史的话 没有什么违言大意 也从来没说过明言明 警惕 说的都是非常朴实 而且一身见血 我对他俩说 我说包含一样 你女朋友 学习学成你们俩相 不要绝望 人家相你们俩相 更不要绝望 作为一个老朋友 对于人生期待 就是今后 你们俩要活下来 你们人生就一定成功了 后来呢 他俩若如所思的上个点点头 表示决定活下来 从现在看当年这句话 产生的效果 因为他俩现在还活着 都说呢 珍惜自己的生命 这是我要给大家 采运的最重要的一个message 梦想是属于你的灵魂 而灵魂的载体是你的肉体 如果你的肉体 不能健康 阳光 坚定 坚韧地活下去 你将来灵魂的梦想 哪有实现的可能呢 所以这句话不是大话 真的 先让自己肉体活着体面 其实你梦想已经实现了 至少五分之一了 所以珍惜生命 别走进我们美女的少年 再从五楼跳下去 那你何必走进来 对不对 完全没有必要 所以我眼向不到 大学生为什么会有刺杀 什么这种鱼 在我打死我也活着了 这样你才能做点事情啊 那么这个 为什么我都做噩梦 也没想到余敏红 当年我的同学 会做成心中方那样的人呢 这也不是夸张 我最近来嘛 我是怎么样 第一次见到明明红 这个影像啊 久久难以磨灭 已经28年过去了 仍然像昨天一样惊喜 1980年秋天的一天 我怀揣着北大路 去通知书 到了北大 北大英女系 给我分了宿舍 我就走进去整理床铺 整个人一段时间 忽然有人说 又有人来了 我早就没见过人呢 我就停止整理床铺 兴奋的把头 走宿舍门口往外忘记 夕阳夕下 前一点的北大走廊镜头 迎面扑过来 给长相中年班男女的 同学们 那一年我18生 你用小的心灵 哪见过如此风筝 这个人非常有特点 左肩单的后点单 前面挑了个锅 后面挑一桌被子 带着泥土的味道 就冲过来 我以为从长相一看 老大爷 向我们春桥棉被的 非常感谢 我就好心的冲上去 我老大爷 你不要再走了 这是穷学生的宿舍 我们买不起 另外我们都带来了 老大爷 看就不看我一眼 愤怒的说我带来是自己盖的 后来这位老大爷 挤着包飞一老师试试 从怀里操作物举宗志书 我们借着昏黄的灯光一看 上面写了几个字 余敏红 男 我们才知道 这个人叫余敏红 而且是男的 而且从他的长相来看 全班同学49名 加了他是50名 我们那届 当时晚上在没有开班会的情况下 一次给他一个绰号 老于 这同学们不要说老于是 他做成新生方 大家对他的崇拜 亲切的真诚博士 是我们18岁的时候 对他长相 81岁状态的真诚老师 所以同学们 如果一个人的长相 都长成这样了 你有不要学吗 余敏红就是个方法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你 生下来就长到人生的极致 你就不会在这方面浪费时间了 再什么整修也已经完了 对不对 你生来就乱尾龙 那怎么办呢 考别的 考虑别的 所以他做成新生方 与他长相必不可分 而且我至今难忘 余敏红考到北大之前 是江苏 江阴那个农村 插秧冠军 连续三年获得人 很少读书 只会插秧 大家一身绝技 到了伟大 但是我们的老师 并不知道 经常 第一个月 那班族人经常客厦 找他聊天 就余敏红啊 老师跟你 了解了解 谈谈思想 他告诉你这事 不要看到校园 跟草头乱拔 好不好 因为大家都发现 余敏红有这个屁好 见他说立即就拔 这是他三年养成的习惯 所以同学们 一个人 一个习惯 一代养成很难应感 但是 你们将来要想走进社会 做成一点事 我告诉你 别能选择 让你的做事的习惯 从现在就开始养成 究竟优秀两个字 如果究竟优秀两个字 已经变成了你学业的 一部分的时候 你即便所有的成绩 都是零分 你已经获得了 人生腾飞的催化剂 已经具备了 三路奶粉的状态 任何东西都 点识成绩 最后 你就能够 目标接近成功两个字 所以从现在起 同学们 不要小看一件事 哪怕让你给一个同学送餐 你送的极致 以后你不送 他就没有胃口 那你想 将来他开餐馆的时候 不想你是想谁 对不对 所以同学们 这个东西 说成功现在大学生 比如 哎呀 我这个大学四年 白过了 我上这个学校 我也不理想 我怎么当北大 新华要不要 我 七七的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 他都出了一种 北大出来 但是马云 他也不是北大的 对不对 当然李彦宫 还分属于北大的 对不对 但是大量的人 是不是北大的 也不是清华的 那为什么 他也能做成功 成功者 长相 当然有他的特点 刚才我说了 但是他们骨子里 也是非常一致 坚韧不拔 坚韧不拔 那么这一点呢 李彦宫做成功了 我现在才得到 一点答案 为什么呢 因为他经过 比我们这些人呢 可吃过苦太多了 大学四年 李彦宫 得过所有的病 肺结核啊 在演出了艾斯病以外 最后还记得 这个得了肺结核 留在校外读书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呀 李老师 你是新东方高层 你唯一没过留学的吧 我李彦宫 最早完成了留学的 还是我们第一个留在校外读书的学生 所以留学也不一定非要到国外 但是只要转换你的人生的事小 能够在这种不同的环境中 磨练你的灵魂 你最后想做什么事 那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所以我说大学时代啊 友情是非常难得的 一个最好的资源 因为大学期间的人与人心的沟通 和理解和领悟 和你中小学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可能是酒肉情感关系 这个东西是基于能力和愿景的这种供认 所以将来你事业创造的时候 可能最容易成功的 是大学一批同学 所以真正在大学里 树立你良好的信誉 真正拥抱 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友谊 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 第一 第二点 人生要敢于放弃 但是放弃的前提 同学们 一定要是有理性的设计 从现在起 要养成 开始思考你自己人生的路 这个东西是没有人能替你思考的 国家没有这个义务来替你思考 学校也没有这个义务替你思考 大家知道 在美国文化里啊 那些人 为什么他们就说 容易成事呢 因为他们心理成事里 从小就培养出来 从幼儿园 到小学 到大学 等等 这个文化告诉你的一个信息 就是说 你成功了 我佩服你 你尽力了 就成功完全属于 就是美国人 从拍偶下等等的乱乱去吧 从拍抽筋啊 影星啊 疯狂 但是 他们的文化从小也教育一点 如果你失败了 你也不要blame别人 与别人没有关系 那是你自己 所以我觉得大学生们 首先要把自己端正在这个地方 我成功了 我承认 我付出努力 我应该的 我失败了 我必须反思 为什么 我会做得这么差 这么糟糕 啊 那么这样的东西 你树立起来 你的人生就变得自信了 对吧 那么 说到设计 我想用我的个案呢 给大家 啊 做一个 这个这个例子吧 你们看 看似不可能的东西 通过稍微的设计 它会 会变成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我在北大 教了六年书以后啊 我就离开北大 我想出去留学 我第一个选择就到了美国 我本来认为这个选择是天衣无缝的选择 哎 为什么 因为我在北大待了十年 到了四年的学生 做了六年的书 那么我回事的学习是什么呢 My English I think my English is so good 对吧 如果这是征服美国 那还不再发价 对不对 就带着这样的简单的理想 就买了个机票 到了美国 愁愁满志啊 美国我来了 征服你了 啊 但是没想到当天晚上 飞机降落在纽约肯定一场 我兴冲冲的 带着憧憬和欲望 走到我的行李架 跟着转盘那个时候 我忽然意识了 我这个决定是多么荒唐 You know why Because all of a sudden I realized that almost everybody around me can speak better English 我当时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实啊 就忘了思考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十年 我模拟了一个技能英文 啊 我开始施展我的技能啊 结果没想到到了美国 发现 哎呀 我不可能 找到美国人去教他们美国英语吧 啊 特别怕自己吃了风牛肉 啊 那么顿时我的人生到了谷底 但是同学们 人生啊 在颠峰状态的时候 只是差大 往往 你都 都是这个谷底般的体验 暗无天日 慢慢长夜 但是正在这个时候 才是磨练你灵魂最好的时候 因为我的人生的作用品啊 我是特别喜欢 法国哲学家 福尔泰说的一句话 他说天分 就是持续不断的忍耐 Talent is enduring patience Talent is enduring patience 持续不断的忍耐 最后大家全平在九十九米的时候 你再多跑一步 你就是流响 对不对 这就是成功者和不成功者最大的区别 不要想到哎呀 他高山扬直 我在这儿 没有 最后就看他一步 对不对 最后流响 假如说他气跑了 那他就没有流响了 对不对 他要跑的 说不定又一个流响 所以人生的这个这个 这个成功和失败啊 其实就差那一点点 那么我这时候 我想到这个 我就迅速的 争处了我的阴暗的心灵 寻找变的心灵 我想既然来到这里 我的英文也好像是变得nothing 我一气之长了 那我再等待一下 等待的等待 耐心给了我奇迹 很快 美国哈佛大学 在定不了点的地方向我招手 有个机会就要从天而降 只要我愿意抓住他 Granet 他一定会 belong to me 什么机会呢 哈佛大学啊 有个人类学系 Anthrology Department 人类学系啊 有个老头 把教授忽然看上我了 我为什么这老头 会忽然看上我呢 我也不是风风 这个因为这个 不是因为他老伴刚去世 而是因为这个老头了 研究啊 人类学系一个分阅 太冷 太天太窄 你要跟他学习啊 出来肯定是业 这个实际上没有 除了他需要这个技能 没有第二个地方需要 什么技能呢 他是研究人类学 一个非常下载分支 中国苗族文化研究 而且研究苗族文化的上古阶段 苗族人都没几个岛的进去 但是老先生几十年 绝不放弃 老伴也就死了 还继续研究 而且这样的冷门专业呢 招了好多年 既招不到本科生 也招不到说的生 更招不到博士生 连助教也没人跟他研究 老先生寂寞难难 我说学术方面 一看 来中国来了一个男孩子 有兴趣 他马上就 向我伸出橄榄枝 在电话里说 他说而且 如果我录取你 我给你一笔的奖学金 五年当你读完博士 一年五万美金 我这点算数会算 25万美金 当年人民币兑换 美金兑换率 分析上多少 一笔十 一成 德国数字下了我一票 二百五 同学们 二百五十万放在今天 是不是也能让你 难以想象的一个数字了 其实天文 简直外贷工的数字 对不对 我当时想 哎呦 我刚才离开北大 我是简直 一个月多少钱呢 人民币 一百三十块钱工资 经常 放在信封里 信封比钱还好 比如说一张 加上三张 对不对 经常湿了 觉得去空气工 扔了 我的工资在哪呢 两块幸亏没到 一发现 一百块 被扯了两百块 当年我离开 就是一百三十块钱 我想 天哪 两百五十万 我好几辈的加起来 也赚不到这么多钱 对不对 我当时心里马上洗脑 老头赶快把钱给我 我这就回国了 完成了来美国的 全部的梦想 老头当然毕竟是老头 他看出我的心思 就围着面 等一下 别太高兴 就太早了 这是研究基金 要做科学研究的 你要想拿到它 这要立志 这要让我幸福 你要勇于做科学的冷板证 第二 要想拿到 也不容易 我说为什么 那你必须先向我证明 你经过了一个 强技能的测试 我老先生什么技能 他说你必须先向我证明 你精通了苗鱼 我说老先生 二十五万美金拿过 苗鱼 我能拿下 后来 我终于 还是没有走进哈佛 走进了纽约州立大学 计算机 是为什么呢 这时候我人生开始 学会了点理性 因为我说 我也能不能 这个机会 对我的人生 真有意味什么 同学们 你一开始看的是 如花似玉般的机会 往往 是不会属于你的 就像你刚一看上 一个美丽的女孩 你有理性 你要看上自己 有没有这个资格 是非原定性的 能够让她 活得更好 就是中情者性的 人家活得很好 一接触你 完了 那么你宁可 不要接触生命 你也不要接触她 但是呢 这个时候机会 就是这样 人生很多潜在的机会 粗看起来 是灰头土脸的 就像我们很多同学 包括我呀 长的呀 当时这么看不出来的东西 但是 你的long run 从长远来看 它却逐渐逐渐 散发出的魅力 这种机会 才是我们真正要 放弃一切 to grab it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开始想了 他活得机会 意味过什么呢 我如果答应了 老先生的要求 我会拿到一笔钱 这五年接下来 我人生将非常辉煌 在哈佛象牙塔里 遨游在知识的海洋 五年之后怎么办呢 我人生肯定只有 两种结果之一 要么毕业 要么一业 毕业 他就不说了 万一毕业呢 将来顶多 面临着如何 交代给我 子孙后代的问题 万一有一天 我孙子问我 爷爷当年 怎么离开哈佛呢 我只能照实说 爷爷当年 毕业出来了 我想我的孙子 如果智商够 他会问我一句话 爷爷 毕业和毕业 有什么关系 我这个答案 当时已经想好了 我说 爷等于 这是我的人生的 一种考试对的主 一种可能性 但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大 我能够获得博士学位 我五年万一拿到 哈佛的博士学位 不仅满足我的自我 因为当时我离开北大 我想要么建桥 要么哈佛 这是我能够吸引我的大学 那么哈佛就要来临了 我没有道理去拒绝他 对不对 那我拿到这个博士学位 我将获得什么技能呢 我必将成为北美第二个描述文化研究专家 这点毫无悬念 对不对 因为第一个专家就是老头 第二个专家是唯一带出来的例子就是我 那毫无疑问 如果这实际上只有一份工作 我去竞争论工作的百分之百能拿到的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就这样的情况下 我也没进去呢 因为我唯一的一个重要细节 这个细节让我人生到底有怎么回到 什么细节呢 有一次我到巴士去接受老头的interview 这个老头见我之前呢 到的哈佛小广场 我们哈佛的 你们将来有兴趣 哈佛广场 不要吓一跳 哈佛广场坦克的讲 只可能相当于你们这个操场的六分之一 就这么个小圈 拆教学生都挤不下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绕着哈佛小广场跑了好几圈 然后直接回到办公室 坐在办公桌上 看着我 侃侃而谈 念不改色心不跳 当时我就得出一个人生重要的结论 老头生你太棒了 将来我要进哈佛 难以得到提拔 为什么 因为当时我要进哈佛 是什么梦想 其中我呢 当哈佛教授 最好有秘写性的梦想 最快取代老头 当哈佛终身教授 一个老头是描述文化终身教授 但后来我觉得 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了 为什么 这么棒的身体 我哪有可能取代他 他很可能过 都取代我 所以 同学们 如果你的人生 像解题一样 写得如此清晰的话 你还在去碰他 你不制造股市吗 所以我就 软言献举了老先生的 这个了解 我就把我目光定在了 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 硕士就学位上 为什么呢 因为在90年代初 90年 我这次选择的时候 IT正在美国如火如荼 当初是招 IT工程师 本科出来毕业 至少了四万五的起薪 那是多少年前的 对不对 那你稍微干几年 这是六七万 硕士出来 体型至少是五六万 那这样的东西 我想 如果我万一获得这个技能 我不是到处都是 找我工作的机会了吗 如果我的肉体能够活得很好 我再施展灵魂的梦想 那顶多是期间救国而已吗 当时这么一想 哈佛只能保证我人生 往前走五年 荣耀结束了 接着来暗无天日 而这个计算机 说不定能帮我走十五年 甚至更高 当时我就想 万一能拿下计算机 说不定成为一个 王开复之类的 当时李开复还没诞生呢 我这么一想 做出决定 但是同学们 当我第一次理性的设计的时候 我就把我的梦想 和我实现梦想的 全部的资源拿出来 开始做一个衡量 你们将来随时 都要在人生的刹那 做这种衡量 梦想 你究竟可能吗 那是靠什么来运算呢 你看我的梦想很简单 王强梦想 计算机硕士 我一秒钟就立了这个梦想了 接下来 我花了好几天时间来验证这个东西 我现在的资本 离这个梦想实现距离有多远 因为计算机最主要是需要两个东西 一个是数学 一个什么 计算机 对不对 我呢 数学十年北大 我会考文的 找就忘了 我唯一的数学底子 数学印象 是 七九年 八零年前 微考北大 那个时候我们高中文科班的数学底子 那时候的数学底子 和算数差不多 就十年来数学早忘了 第二 根本没见过计算机 八十年代 哪有什么PC啊 哪有什么LIFTOP啊 没有啊 都是主机 你的学校有一台 孤如一般的庞大 照价一百多万 那时候一百多万 得现在 相当于上千万了吧 哪儿 学校要有一台 不得了啊 安放在学校最紧利的地方 校长很难发现 小偷更找不到的地方 而且当时我特别羡慕北大 计算机系的同学 为什么 因为 这么宝贵的东西啊 那它有特殊待遇啊 如果明天早晨 他们说 我们要进机房 进行预算 今天下午北大一定一个现象发生 什么现象呢 北大当年有两个澡堂 一南一云 是不是啊 难道你们现在只有一个 为了大家笑 我们当时很惨惨 今天下午 这两个澡堂 只能为拿着计算机系的学生证的同学开放 其他地儿不能洗澡 有要求也不行 为什么 因为他们必须洗澡消毒 为什么 因为计算机发展出期 人们搞个精度 计算机病毒 究竟怎么来的 朋友们 我是一个计算机行业过来人 这人就不是笑话 我给你们讲计算机早期你们现在看当年的科教片 那可不就是这样 鸡把万一排 你一口气 可能就崩溃了 对不对 所以当年那个都跟防化连战士一样穿着 那不得了的事 第二天看到他们洗的白白净净的 穿着大长巾一样的袜子 拖鞋 那口罩穿着长巢马褂 走进计算机 那个 那个机房的时候 我们好不容易爬着窗户 想看看计算机 有什么样的 这时候计算机老是奋斗的把胖脸里拉 当时我就觉得 世界上两个东西我还没见过 一个是上镜 另一个计算机 这同学们 当我计算机硕士目标一定 我会发现 身上的资本是多少 ZERO ZERO 又大又肥的零 就是零了 那么这时候我应该去吧 对不对 你看我敢根本就一点 可能性都没有 但是我想到了 忽然 这记忆当了我一个忙 什么东西呢 我忽然想到当年我到北大第一学习 第一个 选的是外系的课 什么课呢 逻辑学 这逻辑学当年 我终身难忘 为什么第一 全校选逻辑课的只有三个学生 我们坐在240人的大教室里 和这个一个老师 全体接触 我还终身难忘 他的开场白 对老师 感激地灵地说 同学们 对外三个人 我要付述 同学们 感谢你们 你们选择了我的课 你们已经证明了 比其他不选我的课的同学 邓聪明 因为你们知道 我的课 这是最重要的课 所有老师都这么开场 但接下来 我都会难忘 说同学们 为什么逻辑学重要 因为逻辑学是唯一的能够帮助你 进行推理的科学 这个工具 将来在你人生 一个很关键的时候 你急需要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 只有逻辑学 能够几秒钟之内 把一个清晰无误的结论 推到你眼前 省序 人类摸索这个结论 要花了几十年 上百年 还是上千年的 这个经历 我想天哪 让你阴差阳错 幸亏选到逻辑学 我现在人生就困惑中 急需得到一个推理 往常计算去硕士 资本 这一 这一年有没有可能 我想到这儿 我就想到了 逻辑学的鼻祖 西方的这个 形式逻辑的创始人 古斯拉哲学家 亚里斯哥德 我想 我把这个难题就给他 他会怎么样用 熊辈的逻辑 形式逻辑三个论 我迅速推演 这个是个结论呢 他一定是大前提 小前提 结论 按照这样的形式逻辑的方法 给我推演 大前提一定是 计算机 是人发明的东西 第二 小前提 凡是人 都有些懂人发明的东西 第三 黄前 找不懂计算机 觉得他肯定会人 你们都学过逻辑吧 我要表忠 我的自信 就像花朵一样 开成这边 叫怒放 你知道吗 都出血 我膨胀了 我想亚里斯哥德说 我从逻辑上 完全可能 所以我知道 我是人 那么带着这个自信 第二天我兴奋冲 冲到纽约 第二大书店 我要看看计算机书 我有没有可能读懂 一个十年 我待在北大 除了用英文 读了文史哲 很多著名的著作 从来没有尝试过 用英文读 这个文科之外的 任何也能科学 到过计算机 我就信心中 走到这个书下前 当年计算机 90年 在美国也才热起来 而且直到2000年 这十年是黄金时代 产生了英文 一个单词 叫做Golden Hours 就是经理 经理界限制 就是IT行业的 高薪 舒适的环境 像是大家现在 进Google那样的感觉 好 那么这个 我想当年计算机书 还不像现在这么多 我跑到第二大书店 跑到二楼 发现计算机书 也是五大价值 我高兴的 抽了价钱 想看看这个书名 我能不能懂 但是令我遗憾 和绝望的是 每一个单词 我都知道 放在一起什么意思 我根本不知道 最后我一本一本 书名扫射 一次是绝望 最后想到 我彻底要告别 这书架 觉得哎呀 还是不行 逻辑上证明行 但是实际上不应该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 耐心的等待 给了我点天分 最后一架书 上面有两个大字 这个大字是书的分类 就说这架子书 什么类书 这两个字 我突然发现 有一个字 我是如此热爱和熟悉 两个字 我就看懂了一个字 这两个字写了什么呢 Programming Languages 编成语言 当年我只看懂了一个字 你会说哪个字 Languages 哎呀我想天哪 这我太熟悉了 十年来我没离开过这个 至少前面的东西 我暂时不理解 但是它修饰成分的 Programming Languages 主要是Languages 当年我十年来我学了英文 我第二位学了法语 后来我学了德语 加我的Native Languages 是华语 我至少掌握了四种语言 你再让我学一个什么什么 Languages 小菜一节 我想哎呦 我十年没在磨练 就是为了这个来的 而且我一看五大价的时候 有两大价子都是 搞这个计算机 什么编程语言的 我想天哪 我的功底已经相当厚了 我已经走进了计算机 科学的五分之二了 我就觉得各种的五分之三 不就完了 我就新问的 从书架上拿了一本书 是当代第一代 高级语言 我想找一个简单入门的 我看看第三代语言 究竟是多难 我就选择了一门 我认为比较简单的 当年有个语言 叫做Basic 但是我漫玩生意 我觉得大概这个是基本的 后来我拿了回家 读了一晚上 一句都没读读 后来我才知道 这个Basic不是一个单词 它是一大长串的字母 缩略语 放在一起 构成了一个Basic 后来我才觉得 哦 它原来不那么基本 但是我又一次 从读这个 晚上读这个计算机 是我得到的灵感 这一次真正让我自信 生真了 什么东西呢 因为早期计算机 是和机器接的非常紧的 和硬件 所以你编程意味着 你怎么样描述出 你让机器执行的 所有的步骤 所以高级语言的初期啊 实际上是非常接近 机器语言的 换句话说 接近机器思维的 你们将来要学 BG语言的话 接近机器语言的话 你就知道 记者你究竟怎么样工作了 最后到了物理层次 怎么开怎么关 最后用0101 怎么这样 指挥它物理上开关 你们就知道 原来机器语言就并不神秘 但我当时忽然一想 哎呦 既然它要接近机器思维 当年编程啊 前面都要有个逻辑流程图 我一看着流程图 逻辑流程图 我忽然发现 这也是我太擅长的 逻辑思维 我太常了 为何呢 因为我当了六年的老师啊 在讲台上 你认识一个老师 除了他不是老师 他的逻辑思维 都会得到极强的顺便 因为这世界上 只有两位老师 一个是有逻辑 一个是毫无逻辑 你听有逻辑老师的课 三秒钟之内 他就迅速点燃你的激情 让你看到了他的本质 把你引上了他的美 最后你爱上他 喜欢上他 作人成家 另外一类老师呢 是毫无逻辑 他和你一样 都是出于摸索机的 你在宿舍里 他在家里书房 变成到课堂上碰撞 你本来盖着期待 三秒钟之后 他迅速把你带离现场 你这么看不到他本质 永远欣尝不到他美 最后你绝望 他最后决定退学 所以我觉得世上 就有两位老师 我当时想 我在北大随便哪类呢 不夸张的时候 我接近第一类 天有逻辑哪类 我就没想天啊 计算机的 极量骨是逻辑思维啊 不然硬件 他怎么能够给你完成 那个 那么严格的东西 不就是逻辑吗 那谁给逻辑 人给的啊 所以给的人才有逻辑啊 你没逻辑的人 怎么给出逻辑呢 那 这是无逻辑的事情 那后来想到这点 我忽然发现身上 本来是零的东西 现在 至少是百分之五十了 我想 计算机 非拿下不可 兴奋之后 第二天早晨 我就抓起电话 跟纽约中立大学 宿舍信息 系主任 打了电话 我马上自我介绍 我老先生 我在王某 来自中国 我年轻 我非常聪明 我最近看上 计算机研究 研究生育课程 希望让我攻读 我说如果 现在你通过程序单 还没看到 有任何可能性 你也给我一次 面试的机会 面谈一下 亲眼见见我这个人 看看我是不是 有这种资格 如果坦率的假 现在你都觉得 没必要见我 我就可以电话里 告诉老人家 贵校 将面临一次 重大的人才损失 你对美国人 只能这么对付他 美国人什么都不怕 就怕损失 他一定损失 准备发电话 你明天就来见我 我第二天就开着 我的破车 花了五百美金 只不修了一千块钱 那种车 开到纽约助理大学 开了两百多公里 开到纽约助理大学 楼下 他不敢细活 人家一击 什么时候起来 不知道 我就冲上三楼 见到老先生 老先生一开始 可能他已经看了 我的简历 也看了我的成绩 肯定想打发我 你算了 你这个一门数学课 都没学过 更没有计算机课 你现在来干什么呢 他说你学的课 我都 你一点工具都没有 数学课 没有 计算机课没有 你当然学了不少语言 有些课我也搞不懂 你第一门课 中共党史 这什么课 我说老先生 这就是计算机 最重要的入门课程 他说我找计算机 我怎么没学过这个课 我说你知道中国共产党 是世界上使用算盘 最小的正常吗 他说我没有所闻 我说计算机 很多早期的设计领党 得适于算盘的启迪 他说这我也听说过 所以我说学完党史 不仅了解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我还对计算机 完全了如指导 所以 这么一说 美国人 他喜欢幽默 他哈哈大笑 我说这是玩笑 我接下来要说三点 你看过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这个字 我说第一 计算机 和其他所有机械的 没什么区别 不就在于是我们称之为 计算机的这种机械 是能够通过一群 特殊的东西 软件 来做复杂的运算 或者模拟 十分复杂的工作 现在计算机 也就是这两个功能 我把电子说完了 晚上是上课一下课 那么这个我说 这个他说过运行 一种特殊的东西 叫软件 什么叫软件呢 软件说穿了 就是人面对机器 发出了一系列逻辑指令 我说老先生 你要想把你导致的逻辑指令 承起些逻辑指令 发送出来 你靠一个具体的媒介是什么 这种工具你要 用什么东西 传给硬件呢 他对我说了两个字 合文明 language 编程语言 我发现了答案 完全正确 我看他就没太眼笑了 还觉得 这个人还不同感想 第二 我说 硬件之所以能够完成 如此严密的东西 就是人预设的 严密逻辑结构 因此 一个programmer 他首先具备的最强的技能 就应该是逻辑思维 而我在北大六年都历练 远远超过离 等和平均四年的水准 这种老先生完全领略了 他的没开眼笑的程度不大 我这个游戏 我说第三点 我保证 我能成立一个非常优秀的 计算机科学工作者 为什么呢 因为任何一个人 有没有科研能力 你计算机 最后搞得有没有品位 你首先要具备一个特点 就是强大的抽象能力 就是搞任何科研项目的 最大的能力 抽象能力意味着将来 你面对任意复杂的研究系统 你都要该有本事 迅速看出他本质的能力 对不对 不然你就完了 你基本理质 你没想象能力 你能招到他们 不可能 想象有的时候 物丁带了灵感 杨振宁 一定到他们 从血巴 精确的 这个对秤之中 推论出 与秤不守恒 这种病 最后 吴建雄他们验证了 正确 或者诺贝尔 就是从自然的一个 非常简单的东西 抢项 抽象 最后 误到了 这个物质的本质 我说我有 老杰就说哪有 我说我十年来 继续文学 文学的研究 那项是审美 因此我获得了 机枪的审美能力 我审美能力 就是一种高度的抽象能力 我马上举个例子 比如一个女孩 从我面前走过 两秒钟我就告诉你 她漂亮还不漂亮 是从复杂胜利体中 抽起她本身的能力 而不像于敏红 于敏红新东方 唯一没有抽象能力的人 她只有回忆的能力 然后我三天前 在我们美丽校园 见过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所以于敏红是一个鱼 只谁一个食材就够了 过去就谁 当然于敏红也不能说 完全没有抽象能力 她有 什么抽象能力呢 就拿着鞭子 跟着大象背后 去抽她 她有这种抽象能力 说完这身体 老先生缓缓地 扶着在桌子站起来了 我想坏了 他最后要跟我说no 我不能给了这个机会 我就这种反正活得去了 我说 nothing to lose 我就说老先生 如果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不觉得我是个人才 没有资格来工作 贵校这个program 我现在坦率地告诉老人家 哈佛大学 就在积极考虑我的身体 我没告诉他哪个系 这是我人生智慧的 第一次体现 如果我要说 澳洲文化准备录去我 那你去吧 那我就撤底完了 因为上下文都谈的计算机 我突然选出哈佛 然后先生 不等我再说 马上说 我绝不给他机会 握着我的手 说了几个证 Congratulations You are admitted 不认识 你给我写 45分钟之后 我就拿着一辆 刚盖好这个刚印的 拿着一张 刚盖好刚印的 录取通知书 跑到我的车上 你看还没熄火 还在那 两个月以后 我正式报告 乘了九月州立大学 计算机 硕士的公读学生 但第一天上课同学们 我才知道 什么叫人间的地狱 我在想录取 原来是如此容易的简单 但是真正学起来 谈何容易 第一门课 微积分 而且讲课的老师 是印度籍的老师 英文本身比微积分 更加难懂 头上缠了一圈白骨 我多少次好奇呢 想走过去揭开 看看知识的奥秘 究竟怎么回事 但是我下不了手 这样的话呢 我只能去厕所的时候 把冲出教室 面对纽约 因为研究生各头晚上 面对纽约 浩瀚的夜空 起来就上帝 扎的吃给那个味 我不活了 你帮我拿走吧 但美国上帝 你要懒 他也不理我 后来我想 这就是福尔泰说的 天分就意味着 持续不断忍耐的意义吗 忍耐吧 竟然做出选择 逻辑上已经证明 可以的了 你已经像老先生 证明就有三点 超过常人 那为什么不给个try 这个try是英文 真重要的 但是实在 try try 你不try 你只会try 所以只有try完了以后 才能成功 那么这时候 我就冲下学心 花了半年的时间 补足了重要的数学课程 理想数学 这个高等数学 就微积分 再加上统计学 等等等等 加上一些计算机的 本科课程 最后又花两年时间 所以我的读硕士 比较多花了半年 我是以两年半的时间 读完了两年学生的硕士 最后以非常忧郁的成绩 毕业了 我的GP也接近一次 然后呢 又在毕业前期 又一次 经过了命运的挑战 为此荣幸或者侥幸的 走进了美国 一个非常著名的 埃及公司 就是大家熟悉的 贝尔实验室 我呢 就到了美国新科西中 成了一名 贝尔实验室的 软件工程师 我本来以为 在后半辈子 就按照这个路数 走了 我留过血汗 创出来的IT 这个道路 我一定要坐这点 创进来 我过去的中产基金的日子 在悠扬的环境里 接受到IT的梦想 但是 我的命运 突然又一次 来到十字路口 那是1995年 一天深夜 我家电话 突然急速响起来 我拿起电话 一听 电话那段 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 就当年 我们班最落后的同学 鱼女龙的声音 因为他的声音 你们刚才听了 非常有特点 赞巴着强大的磁性 磁雄那个词 我是磁铁那个词 然后呢 我拿起电话来 非常高兴 说 老鱼是你吗 不是 我你还活着 多谢老班长 你看高翻一老师也过来了 他也活着 他说多谢当年你的告诫 你让我活着 我终于活下来了 我人生已经成功了 我祝贺你 我你现在干嘛 他暂时保密 因为我说老鱼 现在有保密的工作 他说我最近有点闲暇 准备看看当年的老朋友 我准备到加拿大 先去看看徐小平 看看高翻一 然后拐道到美国 来看看你怎么样 我说我太兴奋了 他们这么多年没见 我表个态 今天我没有资责 我愿意代表 圣经美国人民欢迎你 老鱼平如此隆重 就拐到到美国 在我家喝了三天三夜的酒 老鱼就直奔一个主机 在帮小二 我知道让你离开贝尔实验室 几乎是天方夜谈 但是我还是不要说 回去 我跟你回去大把 你不刚结婚吗 他说不是这个 他说回来 咱们一起做新东方 哟 我当时第一次听到 他谈新东方的三个字 我马上反问 老鱼 你刚说的新东方 什么东西 我说新东方不是东西 我说新东方 是我辛辛苦苦 拉扯拉的一个学校 我大吃一惊 你看拉扯拉一个学校 我老鱼 你看着我眼睛 坦白告诉我 你这个学校 规模究竟有多小 为什么呢 因为十几年来 在我学组中 余美龙 他哪能办学 他始终被学校 办理自立项 我说你这个新东方 叫中国学生什么 尽快了解他们一生 你的学校学名叫做 东杰格尼三 看来老鱼 笑而不达 第二天早晨吃完早餐呢 我带他到我家附近 一所美国著名大学 去转着 让他开开眼 这所大学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Prinston University I showed him around The campus of Princeton University But to my surprise 令我大吃一惊一声 你们走过来 长得像中国人一样 年轻的男男女女 走到余美红面前 全能认识咱来 没有人认识我来 而且非常尊敬地 向他居育工说 你们是北京来的余老师 这是我不忽然意识到 余美红头部 一个非常陌生的动作出现 我第一次看到 他手头的肩头是下巴 头部开始上下运动 成本大学四年 他说包包一 我从来没见过 他俩头部是动作标运动 都是横做标运动 老师 你们俩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你们俩想想办法 你们还有没有问题 我们自己就是问题 当时我就觉得 这俩同学体称都同情的 出生就残疾 人生横住两个作标 自信和谦虚都在具备 你光谦虚也不行 光自信也不行 对吧 两个都要具备 忽然分别的水减 反正用老鱼这个重作标 也发生作用 而且我犯上不是天摊吗 完全自我控制下那件头 我的心理评价 何止一遍 这个枯萎的灵魂终于塑形了 我当时没说出来 因为怕他受不了 他是在讽刺八苦打击下成长的 一表扬他就横溃 一天一天差了一劲 实际上你意念成这样的人 你叫他最成功不可 对不对 还有第二天灵蝶 我这个对新东方三个字 有了感觉 我对鱼女红 完全不同的观点 灵蝶的时候 因为我说 今天晚上 老鱼 我要为你践行 在我家吃最后的晚餐 你是南方人 爱吃鱼啊 螃蟹虾这些水货 我们去买点水货 找一家吃水货长大的 走到我家 后面一个卖鱼的鱼室 刚一走进门 我说 我向鱼章奔机 突然 鱼章这时候 一个漂亮女孩子 打工的 长得特别漂亮 一夜 我们俩进来 兴奋的跳起来了 面色战红啊 左手还拿着捞鱼的罩子 说鱼老师来了 鱼老师来了 我说慢着 你是哪个 章里的还是章外的 他说 我是指章外的 就说 我赶快 目光 挪开鱼章啊 一看老鱼章踏进来 又一次 拖着肩头下巴 更加自信的 撑那女孩子 接着走 我的心理评价 又下了一句 就哭了一个灵魂 不仅苏醒了 而且终于挺立起来了 就这两个细节 同学们 胜过了老于 三年三月 有型的欠缩 在她没有答应给我 一分钱的报告的情况下 我就决定放弃 当年 我已经七万多 美金年薪的 贝尔西先生的工作 回来 参加新东方早年 孤单 寂寞 艰难的创业 当然大家可能不相信 难道你为了待遇 那现在海归回来 都谈待遇啊 几房几厅 几个汽车 几个老婆 我才回来 当一个人 向你先把这些东西 晾出来的时候 这个人基本已经证明 他的价值要大大大折了 真正有自信和能力的人士 你先别告诉我这些 你哪怕给我一分钱的收入 只要将来 按照我的 啊 劳动 能够给我一个公平价值的衡量 那这个人是非常伟大 大家知道 杰克维尔西 以前技艺的CEO 他的薪水 一年多的话 一块钱 美金呢 但是他的业绩靠什么 股票 他靠股票 业绩支出的股票 多少 一年至少一亿美金呢 这样的人才能令你 真正佩服的人呢 所以当年 老鱼 大家还有一个特点 他之所以现在 韩晨新党的老板呢 他必须有做老板的 另外一个本领 就是要洞察人性 你们的大学有点学会 理解人 了解各种各样的人 深刻理解人们的本性 弱点和缺点 要是抓住弱点 你就成功了 老板 往往都是这么这样的人 我余敏红当老板 资本家 资本家 其实最熟悉就两个字 不和缺 不仅把你剥完了 再缺你一圈 属于健身教练型的 那么老鱼有这个本事 他说 王翔 你这个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 回来 咱们先别谈代理 我付不起你 我新东方在城里两年 我赚了所有的钱加起来 也就是你现在在美国贝尔实验室 就合成人民币的工资 我不能把我全部工资给你吧 我说当然了 第二 你一定要随便离开贝尔实验室 回去成功了 感谢我 失败了 感谢你自己 我说我有这个心理准备 那第三 咱们也别谈报仇 一谈报仇就死亡 你是我的老班长 咱们又是多年同学 关键咱俩又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股市里最超越就两个字 金钱 我给你王翔公司 就是你全新人格最大的侮辱 我叫老鱼 大大侮辱我一下 给我百万级的侮辱怎么样 老鱼说 看着多年朋友份上 我拒绝侮辱你 后来在老鱼 没有给我一分钱的侮辱情况下 我就加盟了新东方 当然老鱼 当年像我们这些创业元老们 都许不愿 说将来啊 万一新东方赚点钱 除了他够吃 还能够多一点钱的话 他自超要货会 作为奖赏一人送给我们一部车 当时我们就掩量了 我们马上买什么车 我不是几个车 老鱼说的是两个字 汽车 我们马上买什么牌呢 老鱼说两个字 至低有声 大巴 当时我在美国 开了各种各样的车 但是没开过大发车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这个大发车 什么档次 但是想老鱼要送了 肯定很上档次的 我从这声音 看着可能仅次于BMW 因为B之后就D 可能仅次于这档次 但后来96年 我回到新东方 开了新东方 唯一那辆红色大发车 宋新东方学员 上山住宿学习的时候 我才知道什么叫大发车 大发车 今天总的起来非常简单 两个特点 第一 开起恐龙之后 第二个绝境的东西 你们想看已经看不到了 博物馆都不收 第二 开车的时候 司机不断要走出来 推着车 就司机不动 那个车技们不动那种 互动性超强那种车 所以呢 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东西回来的 所以同学们 创业和成功 就是刚才我说的 如果你有了设计 如果你历练了技能 你有了真正自信 看似威猛猛的机会啊 真的是你要需要 放弃一切去拥抱的 而那些暂时耀眼的东西 恰恰是需要你拒绝的 学会的这一点 你人生就离成功非常简直 而第三点也最后一点 要想成功 你的最大的技能什么东西 大家必须学会 表达自己的技能 现在大学生 最缺的就是这点 我现在不给你一盘专业课 这是你的必学的东西 但是除了这些东西 除了刚才的心理 还有脑力的活动以外 还有什么东西 命迹能 语言能 能不能把你吹销出去 为什么你毕业 就意味着失业呢 是因为你一毕业 第一的不知道吹销 当然你出不去了 第二一吹销就砸了 没人买了 最后就是这两种结果 那怎样吹销呢 这是要养成一种 从英文过来的 表达的独特性 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只能给大家谈一个 独特性的思维 它怎样能够产生核裂量 能够让你真正的自信 而且面对那些讲英文的人 你怎么能够 把你自己作为一个优秀的产品 加大价值的推销出去呢 离开独特性 没有第二个办法 因为汉语啊 是强调相同式的思维 所以中国人说话 千篇一律 这我们觉得挺comparable 但是老外 你要这么说 我绝对不这么说 老外全个性啊 全要差异啊 全要不同啊 在英文人的思维里 不同才构成的价值 有价值你才独特 对不对 中国人是越熟悉越精他 越好 大家都学张海迪 呦 反正还不行 还有两个腿 巨大 但是你坐在轮椅上 我们好像是越接近越像他 你们也在学我吧 但是人家张海迪 有他独特性 你有吗 除了没腿以外 没有啊 所以老外说 你穿这个衣服 我可以说 咱俩 清洁开来 可能你是你 我是我 是独特性差异性最重要 我举个例子 我刚到了美国 我在那个 美国人的这个独特性差异 意想颇深 就是在生活中发现一个细节 我有很多美国朋友 他们之后 娶了中国女孩结婚了 新婚之际 他们盛行邀请我 参加他们婚礼 顺便看一下 他们娶到中国女孩 都不漂亮 都不漂亮 我当时想 哎呦 按照他的描述 他太幸运了 娶到的这个中国女孩 不是天仙 也是地仙 至少是第三仙 这样的状态 反正是仙女人行 我就 快速的 接受了邀请 怀着陈坚心 参加他们的新婚典礼 但是 每一次走进 他们新婚典礼的时候 我就发现一个重大东西 哎呦 就在他们描述的 差距拨大 在老外心目中 他们中国的美女 在我看来 怎么正常的 一个男性的审美眼里 他们不太具有 时尚性能力 你们会发现 很多老外觉得 哎呀 中国漂亮女孩 其实在我们演 中国人的本身眼里呢 他们长的是 千奇百怪 那你千奇百怪的 个子长得过目难忘 后来我才说 哦 中国人看 哎呦 你看看漂亮吧 在像张子怡 那像赵薇 那像什么周迅 等等等等 那像龚丽 老外一看 哟 怎么还能长成这样 拿下 他是出了这个来的 因为独特性 对他来说 他有价值啊 对不对 所以将来 同学们 你们是一个系 一个班同学出去的 如果我们到了 我们这个青岛 一个外企 这个只有两份工作 你二十个人 怎么能成为 这二十个人 从最后留下那两个呢 独特性是 别无 第二的选择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们学习都差不多 人生体验也差不多 来自的这个文化背景都差不多 但为什么要你不要他呢 因为让我这个面试者 对你留下了不可谋蔑的印象 我要放出去你 那就是我的失职 我再也要找不到你这样的不同的人了 对不对 独特性稍微一转换 比如说你怎么面试呢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以前教这个口语啊 在新东方 我发现 每单让学生自我建议 悲逆莫属 你说一天生意 月光摇人 我能坐在我家院上忙于主人与自己的呼吸功课 准备报告北大文科 突然 你想湿湿湿毛龙的脸向我臭难 但我还来不及自己辨认来自记者的情况下 我就记住得到了同年第二个文 第一个来自我妈 第二个来自大熊猫 五分钟之后 大熊猫基本得到了满足 我目搜到他身体 消失在主缘尽头 这个内刹那 我做出了人生最大的决定 放心报告北大文科 我要报告北大生物学习 因为这个内刹那 我立志成为中国拯救大熊猫的第一人 功夫不顾五星人 经过几个月的备考 我终于成都第一名成绩 走进了北大生物学习 本科毕业 又读了中国科学院的硕士 前年毕业分配 留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今年 中国科学院组建中国科隆大熊猫 第一项就走 你俩让我担任第一任所长 最近三个月连续老个月 加班加点 严重缺乏睡眠 你们仔细看我眼圈 基本可以推算出 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个科隆大熊猫 很快就要从我背后出现在你们眼前 如果你把这种独特性展示出去 难道对方 他会有拒绝你的可能性吗 他没有可能了 为什么 他要拒绝你就见不到熊猫了 你就是熊猫 熊猫就是你 我举个例子 怎么把这个思维 幻化成你日常的思维方式 最后达到自我推销没有效目的 甚至解决你 人生的大问题 我举几个例子 结束我今天演讲 这都是实际的例子 有一次啊 这个一个一个 同学 我在新东方下课以后 他向我走来 长得像男的 他没走进我 我说同学 你绝望了吗 王老师你太厉害 我还没说我绝望 你就看出来了 我说因为你长得 就是绝望的样子 我说what's the problem 对王老师我痛不欲生 我为什么 他说我大学四年算白上了 我祝贺你 一分几个不花就上了 天大的 他说不是 我花了无数冤枉的钱 但是我那学校没名气 我一说哪个是要毕业的 没人听 听说过 我说自信起来 王老师是搞教育的 北京所有大学都知道 你就是那时候大学毕业的 他就怒吐说 我是北京联合大学毕业的 我说对不起 我也没听说过 因为那年北京联合大学刚建立 我都不知道 他说你看 你都不知道 那我怎么搞教育都不知道 那不搞教育更不知道了 我痛不欲生 我说按照中国人思维你完了 中国人求同思维啊 而大家接近都认可一个标准 岳文王那好像你就优秀了 高中毕业 走进不了北大 走进不了清华 你人生好像都应该结束了 对不对 因为只有那时候大学学生 才是优秀 才天之骄词 但是按照英文思维 独色 你能证明我拒绝伟大清华 给了我五十三 我都拒绝了 就得不到通知 然后呢 证明你现在母校自豪 独色 那你这个母校就有了价值了 我说你按照英文思维的效益包装 独色的一展示 你就是要脱颖而冲 自豪不亚于北大精华的竞争力 你这么介绍 我是北京美国大学毕业的 这句话非常普通 接下来就不普通了 北京美国大学 是全北京乃至全国 也是全世界 最年轻的 一所高能眼下 这次上也就这么多了 老外马上就问 How young 多么年轻 又上个月才成立 老外说太年轻了 这比小学还年轻 又来申请哈佛 这个人一定有来历 他就替你 把你的价值扩大 关键你说 我们是要独特的地方 在于师子里 特别犹豪 目前有九个教授 超两个学生 老外算数比较差 而且有 教授对学生比例九比二 哈佛的二杯酒都打不打了 你们学校 远远超过了哈佛 这样后你就脱颖而出了 是不是 所以人生 同样一件事 换个角度 换个思维方式 你就完全看到了 不同的结果 这就叫意味着成功 当年轻轻的绝望的时候 你先看到希望 诶 实际上是希望 不是说你发现的希望 是你忽然换个角度 走到背后 呦 原来还有这么一闪门 这就意味着成功 不介于 哎呀 你要超越他 超越他 超越他 最后你就昏过来 那还有一件事 最有提取性的 这个 有一次我下了个 一个美大的英俊的小伙子 向我走来 就王老师 就哭诉的说 求求你 帮我 你的大忙怎么样 我说王老师愿意帮你 说吧 我们忙 他说我看上了 我们班最漂亮的女孩子 我一下愣着呢 我尽管我愿意 但是没法帮你 让我们你追 让我上 我说同学 作为男孩子 大展讲 向他倾诉 他说不行 我说为什么 他我们班 那次男孩子 也看上他了 我说男孩子 生而平等 都可以追求 同一个女孩子 他说不行 他是我们班学习 最好的 我低级 男哥 我说你现在班 谁成绩低级 男哥 但我这个略有差异 基本不大 但是我现在想吃饭 趁女孩子 独特的地方在哪 他说 他说我们的学习委员 我进步启发他 我在你思维中 你觉得学习委员 最独特的一个功能是什么 他想了两分钟说 大概是帮助落后同学进步 我说对了 这就是我给你指出的人生奋斗方向 他想了两分钟说 太谢谢了 王老师 我明白了 两个月以后 他到了新中方 非要请我吃饭 我说为什么 太多 你拿到了 我说拿到什么 我都忘了就查了 他说你还记得那个女同学吗 我说怎么回事 他说按照您的点播 我回去做了几件事 我说你怎么做 他说第一个星期 一门课考试 零分 第二星期 门门 零分 这个北大一八几几年建校以来 从来没出现过这份 七分工会加起来还不够一分 这很难的 你这样吧 动物要考试 呼一下 还能带好几分呢 这就学校当成一个大事 你这样吧 当中人找他谈话 七个人也来了 中国学校教学的副校长都来了 他从来没见过副校长 他语重心长的问 什么回事 你以前这么优秀 想到这两个星期就发生这么多大电话 我们北大也不好交代 他说我也不知道 最近经什么课都就不明白 然后他们就问 难道你周围就没有人让你明白吗 跟有 谁 那个女同学 所以这些老师一期 还有一个人当着很早 就迅速扑下那个女同学 说你是学生 学习委员 又是当兴团员 现在学校 纪理 同时交给你的兼具任务 把他拉回到优秀人的行列 你现在什么都不干 天天到他宿舍里去 帮他学习 这个女生的使命感特别强 状先的领导 特别是校长 不达目的 我就无法休 这个 结果他从此天天到他宿舍里给他辅导 这个男孩子进步非常缓慢 一学期进步一点 第二期再进步一点 大事的时候还是全班道路第一 这个女孩子就来庆 因为他承诺了 他现在没见到这个起色 他经过两个月痛苦思考 毕业前期一个月 又一天晚上 约了男孩子走到卫军湖外 说 我基本痛苦 但是我现在要自豪的向你宣布一个决定 我准备嫁给你 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见过你这么笨的男孩子 辅导了三个学期 还这么笨 我就不觉得我是这么笨 教不过你这么笨的你 既然这样 没有时间了 只有一个办法 成家 回到家 继续辅导 这边你不优秀 我死都不明目 东哥姓 终于让这个北大男孩子 节奏了受苦 毕业那天 两类人双手掺着 尽管是古老的对象 也掺走了 作为恋人 离开了校园 爱慕这个女孩子 那个又英俊 学习又好的 那个同学 不知道的一切 怎么都非逻辑的发生了 这个女孩怎么看 她都不看一眼 她哪知道 这女孩子非常忙 对不对 她有使命啊 但是她就不知道 什么东西解决了 不同的思维方式 最后解决 所以同学们 不要轻易羡慕那些成功的人 说哎呀 机会对他们来说太好了 他们怎么就能抓到 不是抓到 任何一个成功人 都有一个本事 把她一个拿到非常狭窄的 非常有限的技能 突然能够挂到了一个 只是这个技术需要的机会上 她就拥有了成功 比如大家不要羡慕 这个姚明 我常说 你别羡慕她 姚明的成功 只局限于一个东西 篮球 如果她的各楼刚出生 篮球还没诞生 而生出来就残废 她能派什么用场 你能让她踢足球吗 看不见啊 滑球过来 对吧 潘潘江说不定才是 更好的足球员 你不发我都知道在哪 对不对 因为她离地面更加近 所以 所以这个东西 它是每个人都是狭窄的东西 所以最后一句话 我要告诉大家 每个人都自信起来 用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 重新审认的事情 不要看别人 中国人为什么不自信 抽筒思维 哎呀 她这么漂亮 她这么身材魔鬼 声音出来这么迷人 学习成绩这么好 两个辫子 我才一个 你老是看人家的东西 你为什么不觉得 你这个辫子 得他两个呢 对不对 啊 你在书三的呢 啊 和他不一样啊 你为什么不能这么眼观一下自己呢 所以我常常告诫这同学 这个非常简单 啊 我说你们班 一男一女 长得如果那个男孩子 如此帅性 紧续F4 女孩子啊 长得像现在你们崇拜那些 呃 女明星 你固然 你们俩 已经获得了人生 成功的五分之一的概率了 啊 你得教好的容貌 魔鬼般的身材 带上魔鬼般的声音 啊 可以比较容易推开成功大门 所以你们俩一毕业 非常自信的 把个人简历 提交到青岛市 前五名外企 直接请公关部 经理 你们马上会成功 教好的容貌 就是良好的同情证 如果你们班另外一对男女 长得像先般方向发展 怎么办 比如这个男同学 长得对不起环境 玩宝主们见了他 先拯救他 然后再考虑环境问题 女同学长得是 碧月薰花式的 越南下的他赶快引力 啊 对了花也就枯萎 啊 那长成这样 按照中文思维 你们俩不就完了吗 一辈子 几辈子也长不上 你整容还不行呢 一个基因 你搞不掉啊 对不对 你还带带流传下去 那怎么办 换一个思维 哎呦 你们长得如花式 是一种杀伤力 我们长成这样 也是一种杀伤力 啊 都可以比你们杀伤力更大 注意一下 我就说了 你们俩一列 也自信的把简历 投到他们投到 同样的五名外型 也重重其事的 自信的写上精力职位 因为从学生成绩上 你们差别不大 但是选择部门 要独色的 突显你们人生智慧 独色系 你俩要写上公关部 你们就进了瓦铁楼了 你们俩要干什么 写上另外一个部门 讨债部 那你们会不会 被迅速入职 你们将来主要职业是 坐在千代企业家面前 吃到还钱 不管 我绝不走 如何以拖延时间 我这个形象 能够让你企业形象 终结了 所以你的出款效率会提大 最后我们的同样的人生成功 这同学们 有了这几点 你的大学 就过得非常充实 最后 推开大学门的时候 你们发现 世界的 啊 视野是如此辽阔 成功的机会是如此多 为什么 你为一个 崭新的 健康的 啊 诱人的 活生生的你 诞生了 从此 你看看世界 看看成功的方式不懂了 同时 你也会得到成功的亲了 这就是人生 对我们的最简单的契迪 谢谢同学们 下面 由包装丽老师 当年我帮教授第二名 就大家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